《夜市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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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灣 他只辦過幾個很小的展覽 可是對他的傳奇 反而有正不見 一直大家都想看他的畫 可是我上一次去見他的時候 是大概二十幾年前 在一個晚上 大概待了十五分鐘 因為他的家門口有一個牌子 說訪客十五分鐘 他臨終之前留了個字條 希望我來幫忙策劃他的活動 《夜市强》作為一個藝術家 個性上肯定是一種很特殊很強烈 也讓人又愛又恨的一個藝術家 他非常的絕對 完全沒有妥協的一種精神 這種是一個很孤絕的藝術生涯 可是這種對藝術的信念 跟他另外的一面非常細膩的 很溫柔的感性的 兩個很強烈的面貌 融合出一種非常獨特的 一個時代面目 我覺得他不僅僅是一個 上一代的過去的重要藝術家 他應該是還在我們的藝術生命裡面 有很重要的當下意義的藝術家 我們今天對藝術的永恆的價值 大家可能已經沒有這麼執著 可是在他這個年代 我覺得最能代表他的 就是藝術是代表生命的所有一切 在今天也是很多藝術家嚮往的 可是這種嚮往 在我們今天這種商業社會更為難得 所以我們策劃這個展覽 希望把它的這種傳奇性重新點活 也把它的傳承 跟新一代藝術家的接緣也反映出來 我們第一次向公眾介紹 葉思祥先生選擇了葉維麗來介入這個工作 因為在年輕一代的台灣藝術家 他是在個性上 還有對藝術執著 還有對物品的直覺 跟葉思祥先生 我感覺是比較接近的 葉維麗的作品 他都是通過長期的勞動觀察介入 在這種工作過程裡面 在找到攝影存在的一個意義 我覺得他這種做法 跟葉思祥先生 在台灣幾十年 很多人仰慕他的作品 很多人要求他辦展覽 可是他一直都在等候 可是這種藝術激發 是通過長期的新生的鍛鍊得來的 那麼我覺得他這種藝術的方法 應該在新的藝術家 跟他對話裡面 同時可以呈現出來 這個展覽叫《入聖》 葉思祥先生的畫 還有葉維麗的《攝氏》 展覽叫《入聖》 因為這個是第一次 向大眾介紹他的藝術 葉維麗的作品 我們叫《攝氏》 我覺得將這兩個不同年代的藝術家 混合在一起 那個張力那個又不一樣 但當中他們在看這個意境 以及裡面去發掘一些 真是我們一些 的思覺上的言語的時候 我覺得很豐富的節目 是非常有特色的展覽 是非常有趣的 你們在這裡 你在這裡 感谢观看